大家回给江白鼓掌 英雄的梦 在滚滚燃烧的热血里 我的豪情再奔涌 听海风传来岁月的歌 青春描绘最美的诗篇 好男儿是英雄 踏着狼迎着风 走遍天涯去圆梦 哪怕巨浪靠天 掌握生命军手讨厌 天无极海无边 总有剑陷也无缘 看我总横天还剑 无悔成熟誓言 一波关琴在胸前 一江浩静远 马海空翻遍 一江浩静远 马海空翻遍 好男儿是英雄 天地间歇光荣 风吹浪大心不边 愿把生命奉献 装置灵云济入魂 永远洪大海波涛熊 王兄 喂,我知道你是琴師,怎麼回事 海悅從你那兒心事重重的回來 兩三天了,魂不守舍的 你知不知道 當時她匆匆忙忙走的,我正在忙工作 也沒有來得及跟她說話 我想大概是江白的事情吧 江白對她怎麼了? 你去問問江白好不好 你關心一下女兒 在這兒說不方便 有什麼不方便的,你快說呀 她在地方有點麻煩,正在調查 出什麼麻煩了 海悅呢,我跟她交進去 算了,你先上班吧,下班再打 你注意身體啊 好,再見 四領員,四領員 四領員 焦童啊 四領員 光知道您到舰上來了 也不知道您在哪條舰 您可讓我好找啊 什麼事這麼著急啊 您看看這個 好啊 這次向首長匯報 我看江白就不要再參加了 為什麼?這次論證,江白可出力不少啊 黃秘書 到 把潛艇之隊拿來的報告,給我 你看一看吧 對? charges 時後 有什麼事? 叫真 說 不成功了 但愿不是这样 那您可让他们认真地调查调查 这可不能马虎 怕就怕万一有这件事 要是这样的话 这个研究生可就毁了 高政委 您看看 高政委 您到这儿 您看看这个 就是 您看看 您瞧的这 这都砸成这样 我进来的时候正在用花瓶再砸 我怎么叫也叫不住 你看看把它砸成什么样子 就是 您看 把我那电脑就这么给砸了 就这么给砸了 你看看我这脸 这都肿了 牙也掉了 你看看这 我这电脑光就给砸到这了 然后这键盘拿下来 又给砸到这 你看 包围就给扔到沙巴上 您说你们这将摆怎么这样 那边啊 那个好看啊 好看 爸爸给你买 别什么都打 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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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小香 来 看 叔叔给你买了个小玩意儿 拿着 谢谢厅叔 爸爸有事儿啊 您先到那边去转一下 好 什么事儿啊 厅长 姜白的事儿让您操心了 我知道这事儿让您 嗨 我当厅长的还怕操心吗 我那是伤心 是气氛 厅长 这里边 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真的 因为姜白的人我是很了解的 我得跟你好好说说 他真的不是这样 你了解什么 那天姜白完全是见义勇为 他是做好事儿 得得得得 我知道你们俩是同学 那就没有原则 互相包庇 那个女孩叫白雪 原来我们早就认识了 而且我们 这里边是不是也有你的 您听我跟您说呀 白雪 她是东方汉海的女孩 那天要不是江白 她恐怕早就呗 我说郑友良 你这瞎话编辟太离谱了 东方汉海根本就没孩子 你没谁啊你小子 厅长 我说的可是真的啊 厅长 东方汉海跟康宛若 的确生了个女儿 那就是白雪 胡说八道 人家都死了 你怎么还能往人身上抹黑呢 可 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啊 还千真万确 我告诉你郑友良 琼海这个地方的女孩子多 干什么的都有 你可别跟姜白一样陷下去 没有的事儿 你这么说 那不是要我们俩的命吗 我倒不是以为你会出什么事儿 人家告姜白总是事实吧 咱们八零六挺的名声都让他给糟蹋了 我聊不了他 我看你这是打击报复 你说什么 因为姜白在秦司令面前博了您的面子 您就打击报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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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谁啊 是老崔啊 有个新情况 你再好好摸一下 郑友良刚才说 姜白是为了救一个叫白雪的女孩 才打他架 白雪 她是为了救人 等等等 你听我说啊 郑友良说的是不是真的 咱们还得了解一下 不不不 咱们呢 关于那个女孩子还得先核实一下 您想想办法去找一找 那个叫白雪的女孩 好吧 就这样啊 我知道了 你 你去哪儿啊 庞台长 你别见怪 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 就是照顾你 照顾 我求求你了行不行 你这么盯着我我尿得出来吗 你别再跟着我了行不行 杭海长 我又没find 不是我非要跟着你 是领导让我照顾你 万一出这什么事 什么万一啊 我不会跑也不会自杀行了吧 你懂不懂 杭海长 这是行政看管 看管 那这么说 我们有人身自由了 差不多吧 政委去哪了 我要见他 我跟你说了嘛 因为今天是周末 领导们都出去了 那你给我找支队长 基地秦司令委 你以为我是谁啊 能跟那些大领导说话 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咱体上交给我的任务就是照顾你 别的我不管 韩海长 咱们崔厅长就怕咱给他惹事 坏了咱们体的名声 特别是一沾男女关系的事 他最来气 什么男女关系 我不过是帮了一个女孩子的毛毛 韩海长 你就别谦虚了 那天一个漂亮姑娘到码头餐馆来找你 同时又一个漂亮姑娘在码头外耗着你 当时我就想啊 韩海长的桃花运真是太旺了 你瞎扯什么呀你 我没瞎扯呀 韩海长 我可是亲眼所见哪 其实啊 我挺羡慕你啊 韩海长 真的 研究生毕业 有大学文化 人家女孩子谁不喜欢啊 不像我 好容易弄个大装文凭 还是个寒瘦的 非建国 干什么呢你 我叫你值班哪那么多话啊 报告厅长 我正跟韩海长谈心 做他的思想工作 这儿一切平安 请领导放心 去吧 去吧 想得怎么样 坐吧 怎么不说话 你恨我是吧 我实话跟你说吧 去年在阳城基地码头 你和郑有亮在那儿跟我耍贫嘴 我就看出来了 你们这两个学生官跟别人不一样 搞不好要出事 怎么样 出事了吧 厅长 我正中声明啊 这是我自己的事 跟有亮没什么关系 你们俩是互相包庇 郑有亮跟我说 我对你打击报复 那我今天就问问你 我崔东山对你江白 怎么打击报复呢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说 就只有一个要求 让我见见司令员 想见司令员 搞我的状是不是 说我对你江白打击报复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吧 反正我是死得罪你的 等事情弄清楚之后 我要求调到别的庭上去 我们这个庙小养不动你的大菩萨 你这个大菩萨也不争气 还想干潜艇 你给我们806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 给海军丢脸 给解放军丢脸 哪条庭敢用你 司令员也不一定能救得了你 就你这身衣服能不能穿住 还得打个问号 厅长 那天的事是事出有因 那女孩子是 东方汉海的女儿 对吧 对对对 咱们司令员也认识的吗 我说江白呀江白 事情都到这份上了 你还东扯西扯的 人家司令员是领导干部 你拿个女人往一块扯什么扯 看我干什么 我崔东山在这二十多年了 我还不知道外面什么女人都有 我没说瞎话 没说瞎话 你在山海店饭店说过没说过 你是白雪的未婚夫 现在你又说白雪是东方汉海的女儿 你这瞎话编的都没个边了 厅长 当时是为了救人嘛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和那个女孩子真的没有什么 再说人家是东方汉海的女儿 她受人欺负我总都不管吧 管管管 照你这么说我们得给你嘉奖 给你继功了 厅长 你这是对我有成见 我知道 就算事实摆在你面前 你也不会相信 你喊什么喊 等委调查去了 等她回来搞清楚 你再叫也不迟 不是 我就是冤 事情会查清楚的 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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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的找来了 哪个女的 航海长认识的那个 真的 同志 不行 我是来解释情况的 她是受冤枉的 难怪啊 江白啊 江白 你这唐一裹着的炮弹还真厉害啊 小晋 你站住 我必须得见到她 我求求你让我见到她好吗 不行 不行 我没有制度 我求求你了 就让我进去见她一下好了 我就是领导 你是领导 有话你说啊 我叫白雪 我知道你叫白雪 找江白的是吧 对 小雪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家白大哥 你别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特意来为你记事情况的 小雪 你快走吧 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快走快走快走 白雪 你是怎么认识江白的 我们在阳城就认识了 我们是好朋友 好朋友 什么样的朋友 就是好朋友啊 我说是怎么个好法 她说是你的未婚夫 是这样吗 对呀 既然她都这么说了 我就是她的未婚妻 未婚夫就未婚妻 没错吧 小雪啊 你可不能这么说啊 庆长你听我说 别说了 我 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早晚会弄清楚的 江白我就看你哪句话是真的 小雪 你告诉庆长你爸爸是谁 我怎么说他们都不信呢 我爸爸是施连智 江白你听清楚了没有 你说你亲爸爸是谁 不是东方汉海吗 我爸爸就是施连智 阿霞 庆海长 庆海长 你给我站住 站住 庆海长 站住 站住 庆长 为什么不让我出海参加训练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在家好好写检查 检查我早就写好了 不行 恭喜 你码头部署撤写梯 有 退全地 左车后退一 有 左车后退一 到你去到外面 就对了 在家里面 在家里里 这 才能够 那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已经没有承认这层关系吗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出了事了还在撒谎 还说秦司令员 还说秦司令员也认识那个女孩 这怎么可能呢 这已经不是认识问题了 只要我崔东山当厅长 就不要这号人 老崔啊 我们先不忙着下结论好吗 年轻人出点问题 我们应该给他个机会嘛 我认为对他的处理 你们应当慎重再慎重啊 我看有他这号的 就是不安定因素 崔厅长啊 我觉得你对江白有一种特殊的反感 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啊 平时牛轰轰的 谁也不如他 出事就出大事 怎么说江白不能干潜艇了 我个人觉得江白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军人 如果我们的管理和教育跟得上 他还是很有希望的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只要崔东山干亭长 就不要这号人 处理人的事一定要慎重 除了把那件事调查清楚之外 还要请干部部安排一下 对江白做一次心理测试 报告 进来 肖政委 政委 请你出去一下 什么事那么着急啊 这磨磨叽叽的你就在这说 厅长 那个经理又来闹事了 哪个经理啊 让江白打的那个经理 他到大门口喊着叫着要见领导 副长让我来请示一下 肖政委 这事越来越大了吧 肖政委 我去解决一下 崔厅长 我去了 快去吧 好好说说 我跟你们说我要见你们领导知道吗 我要见你们领导 我一定要 不是 请你别急 先别着急好不好 不 我要要求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对 和经济损失 而且要求部队给他处分 好 先别急 能不行吗 把我们公司都给砸了 对啊 把我的公司都砸了 你说我能不急吗 你们先别 高政委 请你冷静一点 高政委 我跟你说啊 我一定要去江白向我赔礼道歉 我要让他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太行了吧 关于江白 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至于怎么给他处分 怎样赔偿你的问题 我们还要对那天的事情做进一步的调查 才能确定 还有调查 你看看这儿 你再看看这儿 这 这还用做 做 做什么调查 这还用调查吗 当然要调查了 上次我去贵公司 你并没有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 我这 比如 白雪是自己喝醉的呢 还是被人灌醉的 还有 贵公司的电脑是江白砸的呢 还是白雪的朋友砸的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国庭有证人 我当时在场 我就可以作证的 对啊 这个问题还要多方取证的 对对 如果你们要是不答应我的要求 我就到法庭去告你 我告你们当兵的打老百姓 对 你这么说话的吗 谁啊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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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这么说话的吗 黄经理 江白有错误 国有国法 军有军纪 什么叫当兵的打老百姓 我也是当兵的 当兵的怎么了 当兵也得讲道理啊 谁不讲道理啊 这是你谁啊你是 可是 我是江白的亭长崔东山 我告诉你 这是军营 你在这儿大吵大闹 成什么样子 这件事我跟你们没完 走着瞧 你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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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别为这看了 去吧去吧 大家都回去吧 都回去吧 你看看 一个江白把806 搞成什么样子呢 你走着瞧 你走着瞧 你走开ины 你在乱门大海的 aquest行物 你的蚝蛛 你去了学习 рад Anh 你先走开INDE 你不是什么 有才 학 Lee 一家吗 我去 trusted 我的好情才奔勇 听海风传来岁月的歌 清晨描绘最美的诗篇 好男儿是英雄 踏着浪映着风 走遍天涯去圆梦 哪怕巨浪靠天 掌握生命均守桃炎 天无极海无边 总有间现也无缘 看我总横天海间 舞会成熟誓言 一不关情在胸前 一将好情愿霾不散遍 好男儿是英雄 天地间写光荣 风吹浪大心不边 愿把生命奉献 装置灵云济入魂 永远呼喚大海破道熊游 你愿我恨我都可以 我从工作出发 在你这艘艇上 根本就容不想像江白这样的 有想法 有闯这儿的年轻人 我问你话呢 你别问我 你怎么去履行你的诺言 我爸里的一个规律 我爸里的一个规律 不过金门 huis 找到 你要去。 我爸里的事 我爸得不能吃 我気球 呢 我夫人 你可能有情况 有这些结局 席 估计 oe 好 wai 手臺的去 哎 可凡 你好啊 哦 梅安峰和韩宇坚也在我这儿 对 什么 坦克在水里扎头的原因找到了 好 太好了 可凡 你代表我向大家表示感谢 我要亲自去现场参加你们的实验 嗯 好 你们的世界上参加参加你们的认识 你还要尽量那些什么 那我们还要尽量 你能否认识也认识 你还记得抗布援朝的时候 苏联人援助了我们两个坦克团的旧装备吗 人家折成了钱 要我们还债 太欺负人了 军委领导一再强调 国防现代化 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真是语重心长 院长 我们一定加紧失业 那我们一定加紧失业 那我们一定加紧失业 一架一枢一下 你带着这几个报纸 那么你带着这些 我说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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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了 我现在想拍着 我现在想拍着 把我看得到了 我们现在想决定 我现在想要 我1000年 我看不成真的 他想知道 我看不成� 我看不成功 我把安全的艺术 我说我会走的 你自己决定吧 我想去见见她 把你介绍给她 袁安芬 刚才坐协理员来电话 让你给她回电话 好,我知道了 余俊 我到办公室去一下 你在宿舍等我吧 好吧 喂 找协理员吧 我是袁安芬啊 喂 请问你找谁啊 我找袁安芬 你是妈什么 你怎么知道啊 我知道了 你是韩玉娟 对,我是韩玉娟 是韩玉娟 是韩玉娟 他现在没回来 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转告吗 我刚接到通知 我们就要回国 我希望马上能见到 苗燕芬 那你告诉我 你住在哪个饭店 苗燕芬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苏联那个MASHA 又来中国了 我知道了 苗燕芬 你不亏了 我叫你帮我 把你住在哪儿 我住在哪儿 好 那我出 vi 都把你住在哪儿 要去吧 就算了 所以我没有在哪儿 那这一段? 这三个月 这次都给你们 还是你这首高明啊 小车车救护车在岸边待命 救生船做好准备 各部门人员不要离开港味 这儿 报告我们正在做实验 是指示继续实验 是 院长 你来激发吧 我来激发这水上低发炮的 报告射军准备完毕 我来激发 目标正前方一千米 开炮 好 好 成功了 是不是很快 我看他这一点都没动法 一点都没动法 好 好 好 院长 我们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叶婆 祝贺你 来 咱们再发他两方 是 好 好 好 我说的是老杜亲自上阵了 对不对 好 我说的是老杜亲自上阵了 杜院长 下车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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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做够呢 哎 他跑两圈 院长 报告院长 叔父司令来视察来了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你这真话 是我让他继续实验的 没理 whistle 只能够 好吗 都是些年轻人嘛 这些年轻人再锻炼一下 他们完全就可以挑重担子了 老杜 不接着打了 是 梁云峰 到 准备一下 让手掌紧 是 都是些好苗子呀 试验组织同志注意 大家各就各位 做好设计准备 报告 炮管里有水 等水干了再打吧 小明儿啊 你说说 真打起仗了的时候 是不是要跟敌人商量 停一停 我们要把炮管里的水量干了 是 首长 按照常规 泡管里有水 是不会炸管的 那好 接着打 是 安民 准备 是 祝福资料 您先休息一下 好 等一等 来 慢着 看看 小明儿啊 你跟我说说 这些豆子是怎么回事啊 你包里这些豆子 是从哪儿来的 苗延峰同志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豆子 讲话呀 我喜欢海洋 就像喜欢音乐 欣赏它们的 起伏多变 来自海洋美发新力量 伯利斯海洋生物洗发路 生活有你更精彩 豆素青 青豆就是快 太阳神 广州伯利亚 怎么变 豆有型 飘影亮发 基因哲理属 飘影 有飘影更自信 第三届明日之星彩奇杯影视新兴大赛 由广州立白集团 特别赞助 肯定是否也要享受 主席 该死 你什么时候 有什么时候 我能看见 我这些派行 你怎么看得知 你怎么看 报告住宿资料 师傅可以马上射击 目标在什么位置 正前方 距离多少 正好一千米 发射什么炮弹 报告 穿脚弹 好 可以射击 射击 是 准备 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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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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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好 给我再连打三发 是 一号注意 一号注意 穿甲弹三发连射 是 穿甲弹三发连射 好 准备 射击 好 好 太好 太好了 快发紧急电邦 向军委首长报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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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鞄半 LI sa 昨天 唯一 十二 水 水 液 水 实话实说 对吧 可白 什么 你们说什么呢 你们大家先忙吧 政治部部还有点事 我先走吧 郭红义 你给我听听 老赵的文化是低了点 可是人家当年男生美代 容易吗 再说了 文化低也不能全怪他 对对对 怪妄恶的旧社会 对吧 你 算了 延峰 老赵这个人那是不错 工农干部 带人诚恳 可是 他在咱们这个科研单位工作 也确实是难为他了 可凡 我看你是 你怎么又冲着我来了呢 咱们总得以事业为重吧 哎 别 请 请你多原谅啊 这是建万 清中国 清中国首批自行研制和生产的 五九式中型坦克 以及在五九式坦克基础上 研制的六二式轻型坦克 六三式水陆坦克 六三式装甲输送车 陆续装备部队 成为中国陆军部队的主力装备 战争时期搅拐的日本 美国坦克以及苏式坦克 逐步退役 美国坦克 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 以我为主的训练方针 在全军掀起了一个学习 掌握新装备的群众性的练兵热潮 我们新型的坦克 完全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 自己制造的坦克 我们的坦克 可以和世界上任何的坦克闭闭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丘方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等看完片子再说吧 我现在就想告诉你 丘萍 还是你说吧 我们就要结婚了 什么 我和丘萍就要结婚了 你也太突兀了 我到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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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期乘以往 我到达了 我的歌手 你会想到达了 我可以找到达了 我可以找到达了 这次我去看了 我以为你 你还在给人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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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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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葛八 郭鸿义为什么还不走啊 我忘了告诉你了 这小子找我摸 又找了赵协理员 他怎么说 还不是不想走呗 那他愿意在这吃苦 你想的也太简单了 那他说什么 他说呀 试验都到了这个份上 让他回去 该吃的苦也都吃的差不多了 他们那又在贫瘠 现在回去 贫瘠肯定受影响 这小子个人的事情一点不吃亏 我快照协理员跟他谈了 要是不想走 就得好好干 再说了 我们要真把他给弄回去 院里还以为我们出什么大事呢 你说会不会是他偷了老乡的豆子 我看不会吧 他刚出事 没这么大胆子吧 会是谁呢 我倒有个主意 大家收拾好东西 收工了 小金 一会儿带我们转一圈 我给你指路 小金 到前面路口停一下 大嫂 你丈夫呢 我爸死了 大嫂 这些豆子 是你们一家全年的口粮吧 是生产队给我们的 你们身上还有干粮吗 我带着呢 拿来 来吧 吃 吃 吃吧 慢点吃 不 我不吃 你吃吧 你还长身体呢 男亿 大嫂 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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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我偷 豆子 六猫 带来 哈哈 很棒 豆子 特攻演練,政司團泰國 由浙江來香港的吳小姐說 都要把握機會見識一下 我第一次看到這些武器 感覺到非常新鮮 也比較好奇 你看我們家人都會去拿一下感受一下 而在昂船州軍營 好像這些軍林就最受歡迎了 市民都要排隊參觀 但港道最吸引小朋友的 就莫過於可以逐落唱鞋 我長大了我都拿不起來 我估計 太重 因為那些東西太重 游到玩天氣多熱都忘記了 不熱 值得來看看 值得 我們看看中國解放軍的軍事 科技進步到哪裏 就算是熱心會也不要緊 今集解放軍進駐香港 以來第十二次開放軍營 總共一萬二千張入場圈 一早已經排完 亞洲電視記者鄭千玲 迪士尼樂園下午發生 偶打傷人事件 警方拘捕一份女人 在現場這裏 很多市民其實已經陸續離開了 不過我見到仍然有小部分的市民 繼續在一些軍艦和直升機前面拍照 有部分市民說 香港回歸了之後 覺得是多了一份歸屬感 所以就專程趁國慶日 來軍營這裏參觀 增加對國家的形式 整齊的步伐 一致的動作 在熱熱的氣溫下 航船洲海軍基地 正門了參觀軍營 和看儀仗隊表演的市民 中央軍營 裝甲運兵車 直升機 軍艦都吸引了不少市民 注足觀賞和影相留念 不少朋友可以親身拿著軍隊的步槍 心情都非常之興奮 想在戰艦那裏做事 例如做大炮手那些 希望遲些軍隊 到時保護香港國家 有市民覺得香港回歸了之後 對國家多了一份歸屬感 不愛國 因為始終香港都是回歸了 大陸 我們都要灌輸一些外國的主義給他們 大家的愛國心會強了很多 即是有些民族意識 以前就被外國人管治 始終是 我們現在有家有過的感覺 亦都有小學專誠趁過慶日 來軍營參觀 除了昂船州這裏 今天開放給市民參觀之外 位於石江和赤柱的軍營 亦都是開放給市民參觀的 大會就派了15000張門圈給市民 而昂船州這裏 就會在下午兩點鐘關閉 現場報道是這麽多 將時間交回給鄺美鳳 謝謝趙海珠和外面的同事 內地十一黃金周展開 大批內地旅客到香港旅遊 這個動作我已經練了五年了 每天都要練上幾百遍 今天我一定會把這個動作做得更標準 告訴祖國 祖國永遠在我心中 我們都是新疆班的第一次來到北京 我從小就有一個願望 就是能到天安門來看一次身體儀式 今天自發地來到天安門廣場 觀看升國旗的觀眾 已經達到了十多萬 大家深情地凝望著金水橋 等待著國旗與蓄日同生 今有時尊男的無聊 看電池 日圍 寫不休息 今後是天安門廣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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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年 天津青年杂志首次发出中国什么时候举办一季奥运会的呐喊 但一个世纪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国人直到20世纪末才第一次向这一梦想进发 1993年曾经一路领先的北京在最后的表决中以两票之差与2000年奥运会失职交臂 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坚定步伐没有变 1998年11月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先后对申办工作进行了研究 决定由北京继续申办2008年奥运会 申奥之争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 更是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 经济潜力 科技实力 文化魅力的全方位竞争 1999年4月7号 北京正是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办申请 也就是在这一年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 北京的国民生产总值则达到240亿美元 是1993年第一次申办时的三倍 2000年8月 北京第一次以2008年奥运会候选城市的身份 在悉尼奥运会上亮相 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次杀入奥运金牌榜前三位 中国优美地完成了从一个体育大国到一个体育强国的飞跃 为北京深奥赢得先机 2001年2月2号 国际奥委会公布了5个候选城市的民众支持率 96%的支持率意味着有超过10亿的中国人渴望奥运圣火在中国点燃 2001年2月21号到25号 国际奥委会评估团来北京进行实地考察 当北京在2008奥运会申办报告中描述的中国速度变成眼前活生生的事实 国际奥委会打消了对北京的最后一丝疑虑 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将为中国和体育运动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 同样独一无二的是中国领导人对北京深奥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支持 江泽民总书记曾三次写信给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 表明中国政府对北京深奥的关注和支持 背靠着一个负责任的东方大国 背靠着13亿热情智慧的中国人 北京第二轮就轻松胜出 这其中就包括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珍贵一票 1993年时他没有选择中国 他就告诉我 上次我就会担心 当时欧洲的前社会主义国家 都是争取动荡不定 经济滑坡 我担心在中国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但是八年的发展证明了 我的观点是错误的 所以我这一次我一定要投北京的票 我觉得自己观点 这首歌听得有点感动吧 对对对 捏一个你捏一个他 我觉得捏一个你 你中有 全球第二位 从1989年到2001年的13年间 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超过4000亿美元 200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比上年猛跌了51% 而中国却增长了15% 今年吸引外资更有望超过500亿美元 这就是中国的魅力之处 投资环境好 投资环境好 回报好 市场大 安全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 被财富杂志评为在华最成功的跨国企业 从92年在天津设厂到今天 摩托罗拉在中国的投资增加了28倍 而且在中国的销售额也因每年117%的速度在增长 中国的移动通讯 中国整个通讯的这个行业 在过去十年里面 这样的移动用户都成长了100倍 我们在中国也是差不多 我92年来的中国是我们中国100多个员工 现在中国有12000个员工 差不多也成长了100倍 所以就是跟着这个通讯的行业 跟中国的 如果的穿着一向都是买卖里头的重头戏 若隐若现的服装似乎只要一穿上 辣妹的生意也就跟着大牌长龙 不过在警方大力取地之下 绝大部分的冰芒摊已经看不见这种景象 难道辣妹穿得像宝肉掌 生意就会一落千丈吗 你自己的家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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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自己的家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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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家里的家里的家里 透露是因为这个迴海的交通安全 因为明天照样 imenac VAL 很多人因为看到那个丹墩的小家 穿得很透露的 这是又发现交通述国 干了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早上买一半 好像买五十块 买一次了 他们说 あの这样买一次了 就现在你钱点 доллар 更少 买一次了 對 那防線可一定是停車對不對 對 也是啊 都不行啊 他是怎麼樣不讓你拍 就站著啊 然後車子一停 嗶嗶嗶 就是 拿一台照相機 前面站一個 後面站一個 拿一台照相機 一停就跟你拍 一停就拍照 一停就拍照 他是用什麼名物去拍 我不知道啊 一停就拍照 就站在前面 嗶嗶 就拍啊 還有長鏡頭還是什麼 就拍啊 就不讓客人買 就不讓客人買 停車都不行 這男生賣也不能賣啊 他就不能停車怎麼賣 連這個他都不讓你們賣 不能停車怎麼賣 他都站在這邊 反正客人停車 他就是趕他走啊 把客人趕走 對啊 就是這樣 所以根本都不能做 有沒有說為什麼 之前我們有去有講啊 可是 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之前好像有人說 這邊都是穿辣麵的衣服啊 怎麼樣 像你們是男生在賣也不行 因為他就站在這邊嘛 客人來他就是照趕啊 不管你是做什麼 不管你他跟哪一家賣 隔壁那邊賣米粉 他哪有辦法上來 他都不可能 我剛剛是穿得很正常 我衝出去賣了 你再賣啊 你再賣我就站你店門口 看你怎麼辦 那這樣對你們生意有何影響 零價很大 零價很大 怎麼說 因為這樣也不能賣啊 只要車子一停下來就照相模 就是過來開很大 就是趕啊 之前連隔壁吃的都一樣 連吃的都是一樣 連賣米粉都不能賣 對 然後他們都跑來跟我們抱怨啊 叫我們不要穿成這樣 我就是叫我們不要開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桃園縣政府對於 檳榔西施的服裝管制 引來了各界的關注 現在就連青竹市的警方 都安排了特別勤務 位於科學園區一帶的光復路上 警方全天候的站綱 不但讓整排檳榔 被迫歇驗 就連附近的小吃店生意 連帶也大受影響 連你們這裡也不能聽 對啊 有時候要下個禍就 就趕快走啊 對 所以一定有影響 不要穿那麼複裸吧 坦白講 他們穿的 實在有時候是太過分了 警察來站當啊 要跟他們講啊 他說你們不要啊 都穿這樣子啊 快複裸 那他們還是一樣啊 他們還是一樣啊 可是他們說有些他們說 都穿很保守啊 哪有 沒有 那警察走咧 人家穿金字褲 你說人家 露涼點什麼什麼的 去抓他天津利益 對不對 每個行業都有正常 你在營運 或者是說你臉相的 本來就是這樣啊 用緊緻毛孔 那你不能就說一概而論啊 我們還要講小孩的 這就是你平常上班的制服 對啊 那可以去問的 就管去哪裡也沒關係啊 就很規矩嗎 對啊 就是跟一般人穿的一樣 就跟一般人一樣啊 就跟一般人一樣啊 就跟一般人一樣 對不對 這就是平常的衣服 而且都沒有透明的啊 連旗袍都有了 他這樣才不讓人賣 就是不讓人賣啊 那會不會是因為 那個桃園縣政府 那什麼三部政策啊 我覺得 一跟一 二跟二嘛 對不對 三部就三部 我們這裡桃園也會過啊 我們習慣用階級意識看事情 所以當我們看電腦 其實我們是這樣看的 我們是看不起 我們是往下看這些人的 我認為一開始 我們是對不起的人 這是不對的 有這個需求 表示市場在這邊 承認他的事實存在 政府可以去導到一個 更良善的文化去 可以相當程度去 讓這些慢慢消失掉 可是必須透過一個 很溫和的手段 不能像這樣子 用包操圍剿 甚至於是用很無情的 攻擊的方式啊 去凸顯他的弱眼 對 小姐 肚子不行啦 不要 靠下來啦 拜託的啦 靠下來啊 靠下來啊 我不是 叫你穿著被 一個 柏紗 柏紗 靠下來啊 這個不可以來口啊 這個不好來口 沒有 是沒錯 對啊 說真的 新竹市的警方 這麼大張旗鼓 雷厲風行的掃蕩 穿著愈悅尺度的 檳榔西施 確實是有很大的 遏制效果 不過對於警方的 站崗 卻也引來了附近商家 不少的爭議 因為原本可以 臨時停車的黃線 在這裡 似乎起不了作用 就不能停車啊 不能停車 停太久 一下子 他一下子過來就趕了 大家對女生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啊 當然有 對啊 我們這麼多人 多人吃飯啊 沒有做事也得把 哪有錢發薪水啊 到部隊來探親 你探飛 我們雖然來的仿像 明亞是一年阿輩 我乘四十九年 我要承認這個 有一個機會 來亮回我的戰 一戰友 下子一栽大 我也要來 作為民族奮鬥精神的象徵 四十年來 有許許多多的中華兒女 來到過紀念碑前 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落成 五月一日 正式揭幕以來啊 他這個 每年的參 這個來瞻仰參觀的人數啊 都在千萬人以上 好 好 那麼這個四十年來呢 應該說這個這個數字呢 是相當可觀的 也就是說 要總體上來說呢 我們國家 有三分之一的人 來到過天明廣場 沾揚過人民英雄紀念碑 人民英雄紀念碑 於1952年夏季開始基礎設計施工 碑高三十七點九四米 共用實料一萬七千多塊 其中毛主席首書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碑題石 是一塊重達三百二十噸的花崗岩整石 一百五十多字的紀念碑文 則是由毛主席起草 周總理親筆提寫 碑題碑文 都是採用傳統的流金工藝鑫 能保證三百年不褪色 與碑文相對應 紀念碑座上刻有取自一百多年 中華民族偉大革命鬥爭史實的八幅胡雕 是建築學與美學的典範之作 曾擔任過紀念碑建築設計負責人的 而阮之大先生當時在天安門廣場 度過了五個風雨春秋 雖然今年已是八十高齡 但四十年前的往事 阮先生至今依然歷歷在目 主席的字跟總理的字 也是搞成英文的相進去 就是做同胎 上面溜金相進去的 武席字又大 它可是在北面又明陽光 所以感覺作為一個 這個我們傳統刻字的 英文刻字的不同的情況 是做一個尖的形狀 尖挺 就是挖進去一個尖的 三角形的 這樣的話 這個主席字是更雄偉 更挺拔了 那麼主席的字呢 就是八個大字 人民英雄用詞也不小 一個字呢 我感覺那個也就六七公分那麼大 每個字 那麼這麼大的字 要放大到 永垂不小的永字 放大兩里多高 是吧 也就是說幾十倍吧 所以我們自己來試試吧 就把那一個主席的字 呼應好了以後 給它分成若干的格 方格 把每一格的這個很小的塊拿下來 就裁下來了以後 就是拿換燈來放 也是我們一邊這個 沒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 琢磨做各種試驗 最後完成它 這是中央台報導的 在東方汽車公司總裝配廠 有一個以普通工人名字 命名的操作法 這就是王濤操作法 王濤是一個農村畢業的高中生 卻寫出了三十多萬字的 替車調整專注 成為了全國汽車界 有名的調整大王 在他身上 人們看到了新一代工人 崇尚知識 掌握技能 不斷進取的優良品德 請看報導 我們在王濤的工作現場 看到這樣一個場面 我上個家這個電路 過旁邊都正常 高線這邊我也擦了 現在就是大動不了 你前面都擦過了 這個肯定就是那個 計電器這個線頭接觸不好 知道吧 以後這種故障 記得就是這樣處理就行了 經止點兩分鐘找到故障 十分鐘調整完畢 對同行們提出的各種技術問題 王濤總是把自己掌握的 調車絕活 毫無保留地交回別人 要把手裡的活真的幹好 就不那麼容易 你說沒有技術啊 沒有知識 沒有經驗 說把這個工作做好 那是不可能的 學技術呢 一個人學 一個人懂 也算不上一個什麼樣的技術啊 我想我們大家夥都來學 我們可以說 每天都行 學習 小學生 感谢观看